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日元对美元今天跌到34年来的新低 日本财务大臣林木俊一早前回应 只会采取果断的措施来应对汇率的过度波动 至于今天节目加点话题要关注的是 香港股市今天适逢旗指结算日 中场收跌超过200点失守了20天跟100天线 各股方面阿里巴巴撤回了旗下菜鸟 在港上市的申请股价下跌超过2% 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微都有请 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 独立股评人郭思智 现在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至于内地股市方面 今天延续跌市互指跌超过1% 失守3000点市经一个月来首次 而深层指跟创业板指数跌幅都超过了2% 两市成交进一步减少到不足9000亿元 来看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下挫 互生三大指数低开后震荡走低 午后跌市扩大 互指再度失守3000点关口 深层指创业板指都大跌超过2% 小米汽车概念股高速联通气概念走低 多知个股跌停 不过部分制药相关股份逆势大涨 互指收报2993点 下跌38点 跌幅1.26% 深层指收报9222点 下跌226点 跌幅2.4% 创业板指数跌2.81% 科创50指数跌2.5% 两市成交继续维持不足万亿元水平 北向资金大幅净卖出72亿元 香港股市跟随A股走低 恒生指数低开87点 五盘跌时加剧 并跌破16400点水平 中场收报16392点 下跌225点 跌幅1.36% 主板成交1156亿港元 蓝筹股跌多涨少 科技股普遍跌幅居前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超过2% 部分蓝筹发布业绩后承压 猛牛错进一成 是表现最差蓝筹 比亚迪季后也下跌超过6% 医药股和资源股则逆势走稳 亚太区其他股市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升近1% 台湾股市升0.37% 韩国股市收在平盘下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财市特区来关注阿里巴巴宣布撤回旗下物流子公司菜鸟在香港的上市申请 并且计划要收购菜鸟所有的股份 阿里巴巴周二发出公告表示公司已撤回在港交所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申请 目前持有菜鸟超过6成3股权的阿里同时计划向菜鸟少数股东发出要约 以每股0.62美元收购所有菜鸟已发行股份 最高总对价为37亿5000万美元 阿里指出菜鸟是阿里核心业务组成部分 是电商发展重要基础设施 撤回上市申请是为了更好的加强跟阿里电商业务的协同 以及继续支持菜鸟扩大全球物流网络的投入 完成要约后阿里计划调整菜鸟部分业务 更好的实现跟陶天集团及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的战略协同 阿里主席蔡崇信周二晚间举行电话会议 以致首次公开发行的估值无法反映真正的战略价值 又指撤回上市完全是内部决定 监管方面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他又提到考虑到菜鸟的战略重要性 以及集团在构建全球物流网络方面看到重大长远机遇 认为目前是加大投入菜鸟的合适时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比亚迪去年的利润暗年增长八成 末期股息大增超过1.7倍 但是它的股价在公布业绩后承压 港股的股价一度跌到200港元的心理关口 收盘仍然下挫超过6% 至于A股的股价也收跌超过3% 内地新能源车价格占持续 不过龙头比亚的业绩顶住压力 去年营业额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四成二 当中来自境外的占比提升到26.6% 全年净利润超过300亿元增长八成 但低于分析师预期 墨奇希每股3.096元人民币 按年大增超过1.7倍 受惠新能源汽车业务增加 去年毛利率增长约3个百分点 至约20% 销量实现按年超过6成的增长 持续创历史新高 比亚迪表示 尽管外部环境依旧复杂 不过中国将持续扩大 释放内需新潜能 预期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将延续强劲增长势头 进入千万辆级时代 渗透率有望再突破 摩根什丹利发表报告指出 比亚迪的汽车平均售价 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 但认为业绩亮点 使毛利率表现比预期更具韧性 估计出口利润贡献增加 以及上游成本进一步下跌 抵消汽车售价下降的影响 相信因产品持续升级 和拓展海外市场 集团研发和资本支出 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 中国中缅在去年的净利润 增长超过三成三 派发现金红利超过34亿元 中国中缅财报显示 去年净利润超过67亿元人民币 收入大约是675亿元 按年增长两成四 每股现金红利1.65元 红利总额超过34亿 那么股息率大约50% 公司表示得益于 国内旅游市场逐步的恢复向好 去年抓紧了消费复苏 还有出入境政策开放的机遇 令到业绩重回增长轨道 预计今年国内的旅游市场需求 将会实现结构性升级 而出入境市场 恐怕还需要4到5个季度 才可以恢复到上一个周期的峰值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 今天晚上邀请到了嘉宾 郭思智先生 郭先生你好 你好 郭先生我们看到最近不利于 港股的因素比较多 包括人民币谈完了又跌 另外我们看到一些 蓝筹股公布业绩之后 股价急错 再加上A股也持续回调等等 都对港股的走势造成了一些影响 那么港股今天适逢 旗子结算日 失守了这20天跟100天限 事实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势股 它的回调幅度甚至比大盘还要大 所以你怎么看这一步的调整 会不会持续 特别到4月份会不会持续下去 那这样子我们看 从今年1月22号的低位 14,794点 开启的中期的反弹 趋势来说 到3月13号的高位 17,214点 已经是累资的升幅2420点 当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整个 就是还是在这个高台 毕竟那个起步点是11,000多 可是问题就来了 其实从这个13号到现在为止 整个股市都是一直反反复复建制 刚才也提到 恒生死的时候不断反复在10,20跟100天限之间 可是问题就来了 像今天来说 恒子最终收死的时候 是收在20,10跟100天限以下 往下看只有50天限 一旦50天限失守的话 我想整个恒生死的时候 就会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在那一分钟可以说 整个所谓的中期的反弹 那应该是暂时停一步停一停了 好了 问题就是在10月份 有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消息跟事情出现 要是有好的消息出现 股市就会进入一个整个阶段 也不会上到哪边去 也不会跌到哪边去 可是要是说有一些不明的因素 突然之间出现 那就没办法了 那股市一定会进一步收压的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 今年全年的波幅暂时来说只有两千四百二十点 这个是比较少的 一年的波幅最低限度都要五千多六千点 我个人也希望指数能够在这个半年 先上去往后再慢慢去看 可是现在看起来 一万七千年左右水平好像是有个酸顶 所以在不明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市场普遍是抱着比较大的保守的心态 加上银行的传网的利息都要四里 变成来说大部分人都抱着资金暂时放在银行 先看一看 做成整个股市一旦有反复的话 就好像是没有什么买盘 等于这类情况我觉得暂时不会改变的 就像你说现在市场观望气氛比较浓厚 今天我们看到新经济股领跌大事 不过腾讯坚围是冲高收复了三百港元大关 这也反映他的这个千亿回购策略似乎已经奏效了 那您认为现阶段到底追不追得过 至于另外一支重霸股阿里巴巴最近动作不断 除了出售小鹏跟哔哩哔哩的股份之外 他也宣布撤回了这个菜鸟在香港上市的申请 希望可以集中资金还有集中精神 做好他的AI还有零售业务的转型 但是市场似乎不买单 今天股价又再度跌穿了70港元 那阿里的前景您又怎么看 先看看腾信 现在腾信有一个回扣 它的业绩公布的时候 它说明今年有一千多亿的资金去回扣 当然不会一下子在一个月马上进行 可是现在资金是回扣 当然股价来说是会表现比大势回强 可是并不是说有一千亿的资金 开始做一个布局 把腾信的股价推上去 所以大家是要清楚这一点 直到目前为止 从基础上来讲 腾信好像是有一点点的特破 尤其是股价终于升破297块钱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早前大股东还是有九千六八万股的腾信 放在seekers 在那一分钟的话 大家都很怕 因为九千六八万股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而直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不断地减持手楼上的腾信 所以对腾信来说 我觉得暂时有一个回扣 股价是会表现比较稳定 可是有这么样大幅度上去的机会 我觉得是不高的 再看看阿里巴巴 香港股市的成交很低迷 现在把菜铁这些股份去上市 根本拿不到那个股市的 所以现在把那个上市的计划取消 先看看秦峰以后再做打算 还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阿里巴巴宣布它手上的投资 跟那个现金一共有六千五百亿 其实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它真的是要看一看 怎么样去发展一些新的业务 从而令到市场对巴巴的信心穷灵 六十多块钱的巴巴 价钱是比较低了 我觉得就是要往下走 跌的幅度也很有限 毕竟它还是有不小的投资 跟资金在手的 OK 另外我们再来看比亚迪 为什么比亚迪公布业绩之后 它的股价仍然下挫超过6% 亮眼的业绩 为什么得不到市场的一个认同 连带其他的新能源汽车股 也同步在走低 特别是小米 小米只要要出售它的新车 但是今天股价也下跌超过了3%左右 那么对于比亚迪的前景来讲 你怎么看 首先去年是赚了很多钱超过300亿 派送的利息也不错 可是大家有留意 它是从160多块钱开补上升到210多块钱 等于说股价是已经上升了30%而等那个业绩的公布 那等于说市场已经pricing已经炒在前头 所以那个业绩公布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刺激 毕竟大家已经预期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现在内地的新能源汽车的竞争是很大的 尤其是去年业绩怎么好 在高激素之下 尽量要保持这么亮丽的走势是很困难很困难 许非出口方面再做的比较好 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今年要再往上 怎么样出现大的突破是很困难的 小米嘛股价也是从低价上来的了 而且早前已经把那个新能源汽车出台的消息炒过两次的了 所以市场的感觉好像是有已经一点一点慢了下来 现在当然不知道它定价是多少 面对内地的新能源汽车的竞争怎么大 对于一众新能源汽车今年往后的发展来说 我个人看到还是比较保守 毕竟这个竞争实在是太大了 OK 我们以上提到的个股包 您有没有持有 我没有持有的 非常谢谢郭先生 就我们今天产业电话题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再来看其他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的 美国工商界还有战略学术界的代表 习近平对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 在春暖花开之际访华表示欢迎 习近平指出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美两国是合作还是对抗 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 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 中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通过交流嘛 交流 合作 最后交融 那不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吗 思想上也是一样 不同分歧 永远会存在 因为它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一家人它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求大存 存小义 是吧 建立更多的共识 国家之间 家庭之间 家庭内 亲人之间 得不也是这样 中美关系史 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是靠人民书写 未来呢 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 两国各界人士要多来往 多交流 多合作 习近平强调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过去几个月 双方团队围绕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在政治外交 经贸财金 执法禁毒 气候变化 人文交流等各领域保持沟通 取得了进展 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 保持中美关系直跌起稳的势头 积极探索正确相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 向前发展 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表示 美中经济关系紧密依存 两国唯有和平共处 才能实现各自发展繁荣 修习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美国企业赞赏中方 近期出台的一系列 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将坚定不移继续深耕中国 同中国发展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关注的是日元对美元的会价 再创近34年的新低 这也促使日本当局召开紧急会议 我们待会见 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 欧洲大陆股市表现靠稳 英国股市目前是微跌的 那么投资者的立场主要等待 经济数据的发布 让大盘缺乏上涨的动力 再带你回顾作为美国的表现 原来美国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 好坏参半三大指数先升后跌 其中道指跟标普白指数 是连续第三天下跌 纳斯达克指数则是连续第二天下跌 日元的会价跌势 不止最换美元的会价 在今天再创近34年的新低 这也是促使了日本的财务省央行跟金融厅 于傍晚召开紧急会议 这也带动日元指节回委 美国本周稍后将会公布 联邦储备局更加重视的通胀数据 加上日本央行行长芝田河南在周三放歌 表示目前仍然需要宽松政策来支持经济 如果经济和价格的发展已经大幅恶化 央行不排除任何措施 包括已经动用过的工具 令到外汇市场的利差交易升温 冲击日元会价进一步下滑 对美元一路逼近152日元关口 创出1990年年中以来的新低 日元跌破日本官方2022年进场干预的价位 促使官方加紧口头干预 财务省财务官申田真人下午表示 不需要进行政府央行和金融厅的三方会议 来讨论汇率 不过在傍晚的时候 却又紧急召开了三方会议 会后申田真人表示 近期日元的走势并不反映经济基本面 主要是受到投机活动的影响 而当局正在以迫切感密切注视汇率的走势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他又表示 如果汇率波动影响经济和物价的趋势 央行会以货币政策来应对 紧急会议加深了市场对干预的担忧 日元会价快速拉升 一度升向151日元水平 日元会价的下跌又影响到了亚洲货币普遍下滑 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跌三个基点到7.0946 结束了两年升 较市场预测的7.2250 大幅偏强1304个基点是近五个月以来的最大便利幅度 极其会价小幅高开后震荡回落 中场收在7.2284 是去年11月17号以来的新低 收低了90个基点 离岸会价也走低 但由于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持续收紧 做空离岸人民币的成本激增 有助于限制会价的跌势 稳守在7.26关口 与占价的价差也稍微缩展至不足300个基点 另外印度卢比在尾盘跌破83.45对亿美元 创出历史新低记录 央行可能透过国有银行进场干预 中场卢比收低了0.11% 韩元的占价也大跌0.68%到1348.7对亿美元 创出去年11月初以来的新低 台币也大幅收贬超过一毛到31.998 再创超过4个月的新低 盘中曾失手32台币水平 印尼顿也触及去年11月初以来的新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作为博鳌亚州论坛2024年会的重要环节 中外企业家对话会在今天登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 而会议邀请了美国日本德国等 出席论坛的多国企业家代表对台 长期以来各位企业家和你们所在的企业 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既是建政者 亲力者 更是建设者 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推动各国承担共同责任 应对共同挑战 这场中外企业家对话会是由博鳌亚州论坛 副理事长 中国人行原行长周小川主持 博鳌亚州论坛理事长潘西文在会上表示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转型阶段 将更加关注质量和可持续性 这将会更加需要远见和勇气 尽管道路可能会粗糙 崎岖不平 但从长远来看 这种转变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对于东亚贸易伙伴和世界来说 都是好的消息 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 在博鳌亚州论坛上表示 美国要对当前出现的去全球化的趋势 负上责任 应该受到批评 另外他也不理解为什么短视频平台Tito 会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安全 他认为美中两国应该要增加理解 为全球的经济注入信心 古铁雷斯说 比起为TikTok吵架 两国更应抓住技术发展的机遇 他以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为例指出 如果两国能携手协商好 未来几十年内的科技合作 并与其他国家一道重振WTO 将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 在一场分论坛上 谈到全球化问题 古铁雷斯指 美国对去全球化趋势负有责任 原因在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总统选举临近 政治极化趋势愈加明显 古铁雷斯表示 美国两党都以担忧和恐惧态度 对待全球化 他担心 要想重建全球的共同体 需要花更长时间 凤凰卫视 周嘉欣陈其刘家号 海南博鳌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裁定 澳大利亚对中国进口的钢铁类产品 征收关税存在缺失 中国方面希望澳方可以尽快纠正 世贸组织周二表示 专家主政对中国提出的申诉裁定 澳大利亚对进口自中国的封塔 还有铁道轮毂 以及不锈钢水槽 等三项产品采取的双返措施 和关税存在缺失 要求澳大利亚要修改措施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表示 他接受裁决 将会跟中国协商 以实行判决的结论 中国商务部在稍后 也做出回应表示 希望澳方可以尊重裁决 尽快纠正违规的做法 取消有关征税的措施 感谢您收看 再会